欢迎您收看1月28号星期三的港独新闻 我是张浩欣 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关心 今天大高雄有哪些重点新闻 为了替市民食安把关 一早市府卫生局连同消保官 标检局以同鸡茶年货大街食品 针对香菇豆干等等年结干货进行抽策 结果发现并没有违规事项 耕生区的和平国小将目前闲置不用的教室礼堂 提供给艺术家作为工作室使用 他们运用巧思替校园增添艺文色彩 市府警察局将从2月8号晚间10点开始 到2月27号凌晨12点 包括6天的春节假期 为期20天展开春安工作 维护高雄地区的民众生活安全 随着过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家家户户忙着办年货 为了替市民的食安把关 今天一早卫生局连同消保官标检局 一同鸡茶年货大街的食品 针对香菇豆干等等粘结干货进行抽测 抽验的结果合格 目前都没有发现违规事项 此外标检局也进行店家磅秤检验 以防偷经减两的事件发生 好维护消费者权益 就你的检测完这个液体呈桃红色 那表示这个豆干的话就是有染 拿出检验试剂 滴几滴在豆干上头 当场就可以测试到底有没有添加工业染剂 为了替民众食品安全把关 市府卫生局连同消保官标检局的人员 趁着年前在宁货大街 针对像是香菇豆干等等 粘结干货进行抽测 不过鸡茶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发现违规项目 那今天目前所看到的标示的部分 不管是完整包装或者是扇装的部分 还没有发现所谓的违规事项 不过我们还是会持续透过这个理事长这边的一个宣导 以及我们卫生局包括卫生所同仁的用心 再加强所谓的检查 以年节大家喜爱吃的豆干为例 如果在豆干上头所低的染剂 有出现颜色变化 就代表含有工业染料 如果没有就OK 而像这样的测试剂 市府卫生局就有提供 民众可以自行索取在家做检测 那它如果低在我们这些产品之上 如果你觉得哪一个产品你怀疑 它有可能去加这些工业用的这些黄色染料 你就去低在它的产品之上 那你会发现在十秒内 你就会很快都看到一个结果 就是说如果它的这个液体 低到这个产品上 那旁边这个液体 如果已经呈现这个浅红或桃红 那这时候你就要提高警觉 这个产品它可能已经制造厂商去违法 去使用刚才讲这些工业用的黄色染料 这样是零 规零的状况 拿出砝码称一称有多重 有没有偷金减亮 立马见真章 另外宁和大街也有提供公用磅称 提供民众亲自做确认 会贴这个 因为今年是104年度 我们这边104年度的检查合格单 这里是查字 那如果觉得工称跟这个厂商的磅称 还是有差异的话 那可以当场提出遗议 那理事会这边会处理 那如果还有意义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经济部标准检验局高雄分局 我们会立刻派员来处理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还是要来 如果大家方便的话都可以到这边来 再秤一下 看看是不是 这个重量是足够的 赶在农利年前 市府大动作 鸡查年货店家 就是要在食品的值与量 替消费者做把关 港督新闻 向我看吴雅婷采访报道 市府大动作鸡查年货 替民众的食品安全做把关 不过消费者该如何挑选呢 以年节必备的香菇为例 市面上的香菇就有白白种 产地分别是来自台湾 日本 韩国等等 价位也有差距 而卫生局今天也在现场 指导消费者如何从外观和气味上 来做辨别 年货大街上各式年货商品 云有尽有 就以年节必备的香菇来说 公式产地就有来自好几个国家 价格当然也有所差距 从一斤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消费者看得眼花缭乱 那么该怎么挑选 市府卫生局就教导民众 可以从气味和外观 来辨识香菇的好坏 台湾的主要特色就是 表面是这种皱缩 皱缩的状况 不大会有什么裂纹 不大会有裂纹 然后闻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是很容易很香的 大陆香菇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比较属于一种 有一种是裂纹的这一种 裂纹的 那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是 比较这种是光面的 它表面是很光滑的这一种 跟我们台湾是这种 皱缩的是不大一样 我们这都皱起来了 这个大陆是光滑的这一种 有别其他国外的产地 台湾的香菇比较没有裂纹 质地干 水分低 品质好 价格也不算太高 因此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此外也因为气候的因素 近期的香菇产量比较少 当然也反映在价格上 关系啊 那个香菇都花不出来 那质量少的话就贵一点 价格有差啦 今年就从去年的时候 就一直涨到现在了啦 就价钱很高 凝结到各式干货买气枪枪棍 至于该怎么挑选物美价廉的年货 消费者可要睁大眼睛仔细看 港督新闻相看 吴雅婷采访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看到来自市议会的消息 目前高雄市议会正加紧脚步 审议年度总预算 而今天上午针对今年度 有1416亿的教育部门单位预算 议员也提出建议 认为在预算的运用上 应该多增加AED等校园资源 以及老旧校舍和设施的更新等等 对此教育局长也回应 各学校的需求都会纳入考量 来逐步处理 今年104年度 教育部门单位的编列预算 总共416亿 而在市议会的审议过程中 议员希望能够多增设校园资源 其中市议员黄柏林就指出 高雄市仍有202所国中小学校 未设置AED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占器 而考量到校园环境安全 要求教育局增设 虽然这一笔预算416亿 不过90%以上都是人事成本 都是我们各类的人事 真正用在资本投资的市场不多 那为什么这个AED设在学校的好处是什么 万一有社区的这些长辈去运动 那怎么还是我们在孩子们好好讨历 甚至老师我们怎么去守护这个生命 那我觉得应该你要尽可能跟社会局 卫生局去做一个连结 这200多所赶快把它布建起来 但目前来讲我们还有这个 差200 202所学校并没有这个设施 所以我们尽可能再去寻求社会资源 然后也加上老师的这个研习跟培训 好 教育局回应表示会寻求社会资源协助 并培训教职人员CPR的训练课程 而同样为求校园环境安全 市议员陈美亚也提出 许多老旧的校园建设也应该立即更新改建 那么甚至很多的现在学校的老旧 有学校还没有活动中心 甚至于现在还有很多学校水电费好像都被减少 希望局长重视这些教育的问题要去争取 关于那个老旧的校舍或者新兴的工程 属于小型零星的 因为提到是小型零星的 如果是新建的又是在另外一笔预算 学校教育局总共编了3.99亿 所以我们会逐步来解决这些问题 也是非常重视这些问题 年度教育预算经二读通过审议 416亿的预算中其中大多为人事成本 而教育局也回应 针对校园资源及建设的预算编列 也将会依各学校的需求逐步处理 港独新闻许福天 张浩欣采访报导 齐山的武德殿才刚启用满一个月 又搭起了阴架施工 让许多民众之一表示不懂 为什么刚落成的武德殿施工这么频繁 对此齐山区长做出回应 指出是因为有不少的专家和地方齐老表示 新建物的白色屋籍太高和以前不同 才会做出修正 位在齐山的武德殿启用刚满一个月 前些日子却又搭起阴架施工 让附近居民感到十分困惑 对此区长做出回应 表示会搭阴架是因为有部分专家 以及地方齐老 认为新盖的屋顶与先前不同 才会做出修正 把它回复原来的历史原貌 因为我们的屋脊就是上面那一块 当初设计的时候 其实已经日据时代过来是焚毁 后来是做玻璃的 然后因为没有高度的一些相关资料 所以说我们是凭图片 当初的旧有的图片去量比例 去用那个高度屋籍的高度 结果我们盖好了以后 一些专家齐老认为说 那个屋籍的高度比较高 原来这次新建的武德殿 主要的形体都是施工单位 利用原来建物的照片模仿搭建的 因此与原先的白色屋籍有落差 现在高度施工后从70公分降到40公分 已经符合地方要求 近期内不会再施工 所以说我们在建筑师还有专家 还有一些齐老 会看以后认为还要把它剔除 差不多30公分 降下来从70公分删除了30公分 会剩下40公分的高度 这样才是符合原来屋籍的一个高度 它是历史原貌的一个重现 那因为在屋籍上 工人要爬上去很危险 因为那个斜坡 屋顶的斜坡很陡 那我们为了保护我们工人 上去施工人员的安全 所以说把它搭了樱架 刚搭建好的建筑又再次搭起樱架施工 总难免会引起附近居民的疑虑 现在屋籍顺利修正后 相信未来很快就可以开放 让民众参观 港路新闻 阮玉区黄子倩采访报道 校园的闲置空间也可以活化 刚上去的和平国小 就将目前闲置不用的教室及礼堂 提供给第一社区大学的三位艺术家 作为工作室使用 这三位艺术家分别是 陶艺、木工及雕塑领域的达人 如今进驻校园不仅用自己的手工艺当 校园的增添色彩风帽 未来还将开班授课 教导小朋友体验手作艺术的乐趣 那这样可以搭配懂的音乐的人 去做一个弹奏的姿势 所以他平常他就可以当装饰 艺术家运用自己的木工手艺 将废弃不用的洗衣板 重新变身成为校园装饰 不但美观还可以弹奏 并且在即将到来的下学期 还会在校园里开班授课 教导小学生手工技艺 生活上有一些 我们原来的材料 原来的功能当他已经失去了 所以我们要再利用的时候 我们要赋予一个新的价值 新的功能 走进豪平国校 随处都可以看见 手工艺术作品的踪影 像是这个陶碗 就是由陶艺老师所创作的 台湾粗碗 外观看来粗犷 却别具美感 另外这个披萨窑 则是集结校内木工 陶艺及雕塑三位老师 一起合作的成品 那刚好 他们这原来是他们的旧礼堂 那那时候约我们来看 看这个空间可不可以使用 那我们就可以看 感觉是还不错 我们就来这里进驻去年7月 我们预备下个学期 就是配合他们学校教导 木工还有陶艺还有雕塑的课程 我的教导方式是看小朋友的年龄 然后他的需求 通常我不会说 一开始我要设定什么给他们做 我希望说只一个方向 那每个小朋友能做出 不一样的东西最好 而目前这三位艺术家 也都进驻在校园里 将原先的旧有教室 改建为自己的工作室 创作之余也将在下学期 开班授课 就是我们借重第一社大的 艺术艺文的教师 像木工 陶艺跟雕塑 这三个部分 他们也会在学校开课 让我们所有学校的 所有的学生 51个孩子 共同学习这些手作的文创 校方活化校园内的空间 提供就有教室礼堂 给艺术创作者进驻 除了空间再利用之外 还一举多得 增添了校园景观装饰 及学生学习课程的多元性 港独新闻 潘之光 张浩欣采访报导 天南简炭新生活 学马步行天保健 每周一天不开车 雪车用做助简炭 冷气控温不外泄 自备北块霸雨蛋 多吃蔬食少吃肉 集用资源顾地球 节能省水更省钱 水手关灯拔插头 行政面环性保护书关机灵 男女平等地学习 家世共同来分担 工作一同来大拼 民主我们共同参与 影响 在想外面点参与 做法 节目 注写 行政面 接着 做饭 双双 老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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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嘉投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 在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国家 有这种样子的全民保险 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 像是有干净的水和有衣服可以穿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 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别说医疗照顾 请珍惜台湾健保 健保有理真好 骑车戴安全帽 有效降低事故伤害 骑车因两转式左转 帮助车祸事故发生 生命成可贵 骑车巨当低头足 生命无法冻结 安全才是最美 累死了 想到要去排队拜美签 有个浪费时间的 喂 喂 你要赶快找时间 去拍美签大头照 好啦 还要去面试 王岐线上网预约了 你们资讯很差 来 你们看 游去美国观光和商务考察 不用签证了啦 是喔 这本护照有够照 玩游世界爬爬照 外交部和大家一起打拼 十年前有人说台湾毛豆胜不到五年 一群不服输的农民改变台湾毛豆走出一条新的路 毛豆先生周国龙全力研发新品种 结合小农民加入大农场计划 新鲜毛豆直送加工厂 缩短产销流程 拿回销日冠军 传产业要找出特色 走出自己的路 欢迎回到港独新闻 为了维护城市安全 市府警察局将从2月8号晚间10点开始 到2月27号的凌晨12点 包含春节假期 为期20天的时间 展开春安工作 要以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 服务热心为三大主轴 结合相关局处的力量 来维护高雄地区的民众生活安全 为了维护市民朋友的安全 市府警察局规划 从2月8号晚间10点开始 包含6天的春节假期 展开为期20天的春安工作 要强化防标 防毒 防窃 防抢 安全宣导与执法 我们今年的春安工作 工作主轴有三大部分 第一个就是治安平稳 第二部分就是交通顺畅 第三部分就是服务热心 那治安的部分呢 针对本市的一个治安状况 还有过去的经验 就是肖小窃盗 最容易发生 这部分呢 我们家户访查 还有这个举家外出 希望能通报我们警察局 104年春安工作 从2月8号晚间10点 到2月27号凌晨12点 总计共有20天 警察局长表示 未来将请市府各局处 与友军单位共同努力 务必要让高雄的市民 度过安全快乐的年节假期 另外有关于 最近有一些不良分子 在街头泄斗 或是集体的一个斗殴之士 那我们也会加强 这些公共场所 他们聚集的 或是出入的地点 会加强来扫荡 那这个礼拜 到下个礼拜之前 等于春安开始之前 我们会有几波的 这个威力扫荡 针对这些不良分子 会加以嚇阻 另外警察局也针对 今年春安工作提出 绝不容许有集体在街头 滋事斗殴的暴力行为 加强诈骗最新手法宣导 等四大指导方针 要让守护民众安全的工作 做到滴水不漏 港路新闻 阮玉学黄梓倩采访报道 为了让里内的弱势长辈 可以温暖过好年 左营区福山里里长 万春贤与荣总合作 每三个月就会召集 荣总替代翼 前往独居老人的住所 来帮忙打扫 这一次万春贤 更准备了白米 以及面条等物资发送 要让独居的长辈 也可以感受到温暖 迎接农历新年 跟随里长的脚步 手拿打扫器具的替代翼 一个个进到独居长辈家中 帮忙打扫之外 更送上买好的物资 以及白米 面条等干粮 要让里内的独居长者 能在年前感受到温暖 蛮好的 对于家中来了好几位替代翼 帮忙协助打扫 让独居的奶奶很感动 此外里长怕长辈怕冷 更在冷冷的冬天 亲手送上挑选的暖炉 要让一个人住的奶奶 不至于感到寒冷 是我当里长这两届八年来 长期就跟我们龙总医院 他们配合 让社区走进去龙总医院 也让龙总走出来社区 为大家服务 这八年来 这龙总的院长 就会派他们的替代翼 他们的人事室 还有他们社区小组 每三个月 带很多的这些社区志工 跟替代翼来帮忙整个社区 打扫大小公园 大街小巷 扫地 捡垃圾 还有来关怀这些长者 独居的长者 为了让里内的独居长辈 也能温暖度过农历年 里长特别选在年前 前往独居老人家中做关怀 要让社会上的爱心 传递到每个需要的家庭 港路新闻 农逊黄子倩采访报道 农历春节就快要到了 不少人想要趁着年前找到好工作 或是打算在年后转职 所以找工作时如何在面试的第一关卡 让主管留下好印象 也就成了录取的关键 专专业老师也建议求职者服役方面 不需要太过花俏 以干净利落为主 而且还要是才是心 工作难找 不少人求职都卡在面试这一关 如何让主管留下好印象 就承诺是否被录取的关键 专业老师就建议求职者 不管是任何行业的面试 服装仪容都以干净利落为重 切勿太过花俏 我们求职者在我们的发型上面 当然是要保持整齐 不要盖到脸部 至于化妆的话就是淡淡的 至于我们的服装上面 当然是整洁 它的色泽不要过于鲜明 不要太亮 稍微低调一点 但是也叫干净利落 绿络的发型搭配微微的淡妆 和整齐的服装 简单又整洁 都能在面试上令人留下好印象 此外实时面带微笑 加上对求职公司的了解 都是面试制胜的关键 像我们求职朋友在面试楼 一定要注意你的衣肘 衣肘如果你在穿着上太邋遢 或是说穿着偷鞋 咬槟榔过来 我想这个都不适合 所以在衣肘方面 自己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那当然不一定说 已经要穿所谓的套装 就是说简单大方 那就让人家看起来很亮丽 这样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对人才的需求 各行各业都不尽相同 必须是财势性 打理好门面 随时做好准备 才是求职至胜的博尔法门 港部新闻收看 吴雅婷采矿报道 最近大高雄有哪些议文活动 接下来带您开到港督生活讯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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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ombit 明天全台灣各地的天氣狀況如何 透過高雄都會氣象台帶你一起來關心 高雄台南屏東地區晴石多雲氣溫是15到25度 南投台中彰化余齡嘉義地區晴石多雲氣溫是13到23度 台北基隆陶竹苗地區多雲短暫雨氣溫是13到21度 宜蘭花蓮台東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多雲短暫雨氣溫是10到23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度新聞 我是張浩欣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而位上蘭花蓮LE 哇 新家哦 妈 上车吧 会记得她小时时 常常让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给她拦掉掉 希望让她最好的保护 她说现在她大了 让她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卸安全带哦 我知道 她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给予她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别让忧郁变成病